我如果嫁要來這裡 都那裡睡不著 很開心 要快來 老人家的渴望 從踴躍的出席率 就可以看得出 這是慈濟大同理落處 舉辦的長者享樂趣活動 這個月由環保達人 楊銀鳳當講師 要讓長輩練練手上功夫 這件事是這樣的 用什麼東西做的呢 就是用這塊布 這塊布是花 是花燒的 這塊布也是花燒的 反正我今天的布都花燒 來跟你們結縁 所以思潔高 救生得很漂亮 這麼好看 不困難 不困難 真有趣 回收資源 創意變身 老人家發現 自己的雙手還很俐落 友誼也在互動中升溫 我們植女人陪在她身邊有限 那這邊還有很多的長者 跟她有伴一起陪伴的話 那我覺得我們姿弟也會很高興 很放心 爸爸也相信她的生活 真的會越過越快樂 你把這背景圖 同樣活到老學到老 在內湖聯絡處則是學畫畫 不過這一天大家手上拿的 這不是彩筆 而是棉花棒 棉花棒在生活這樣裡面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反而會讓他們覺得有一個親切感 可以縮短他們對這種美術 那種的可能就是一種畏懼 害怕這樣子 很好玩 我從來沒有畫過 現在頭一直很亂 她也很快樂 雖然多數長者都是第一次的嘗試 但每個人都把巧思發揮到畫紙上 讓自己的晚年生活 也像手上的畫一樣 色彩絢爛 《大愛新聞》 《珍聖美之宮》 台北報導